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伙用自己五年时间卖了一百万 最终将自己变成71岁老头的故事 不停摇晃的磁铁,沙漏中流失的沙子 时光的眼神却在渐渐的迷离,一下子怕倒在桌子上 坐在他对面的是个世间商人,顾名思义就是买卖时间 而他关注时光已经很久了 时光是一个保险业务员,他每天靠推销保险为生 只不过这卖保险也要掌握技巧呀 给乞丐推销保险,向手握五套房子的女士推销保险保值 这样的推销方式能够卖出来才怪 除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他还会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画画 时不时的会把自己的娘炮好友文生给拉来当模特 生活中还会偶尔打点牌,欠点小赌债 只要有点小钱呀,就会去呱呱乐 当真越呱越穷,但是新大的时光仍然能够悠哉悠哉的打个游戏 不过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没有还钱的时光被赌场的人狂追 终于看到了大门,可惜门是锁着的 时光一个飞腾展翅想要跳过大门 却成功地挂在了大门的刀刺上 赌场的哥们乐了,轻轻地一推大门就推开了 这领头的大链子也是无语了 总共没欠多少钱,用得着这么卖命吗 警告时光明天必须还钱,不然后果自负 零了了还把时光的裤子给扒了下来 拍照留了证据便离开了 这挂在门上的时光孤独地被吊着 在这个时候电话正好响了 得窥路边玩滑板的小孩 帮他把手机拿了出来 原来是自己的好机友文生 给自己介绍了一单大生意 这时光立马来了精神 时光马不停蹄地跑到KTV 看到了大菜神豪哥 立马一口闷展示自己的诚意 随意一瞟,眼就看到了旁边陪酒的小白 这黑之长不是自己的最爱吗 之后时光越喝越多渐渐地就醉了 在厕所里大吐特吐 小白细心体贴地在旁边地址拍背 但是豪哥并没有出手 反而让时光继续喝 这让小白看到之后疑心不忍 为时光挡了酒 第二天,当时光从睡梦中醒来 已经十点多了 他急忙忙地赶去咖啡厅 但是迟到了几十分钟 李姐很生气 便借口积极有事先走了 看来这单还是要黄呀 时光内心是贼不爽 穷得叮当响得他 还要为李姐喝的咖啡买单 之后,下光一天 一单生意都没有谈成 晚上时光仍然对小白念念不忘 在娱乐会所外面等着小白 宁愿也是安排两个人巧遇 这让时光心里甜滋滋 在回家的路上 时光路过一家钟表店 老板热情地邀请时光进去坐坐 而这位老板正是时光商人 他说要用五万买时光一年的时间 时光一脸不信 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回了家 第二天,时光醒来之后看到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五万 让他觉得兴奋不已 此时,时光年龄26岁 有了钱的时光立马把赌债还了 给自己置办了一身行头 最后还买了一条价值1.2万的名贵表送给了小白 可事后小白竟然上了一个中年男人的车 时光立马很不爽 有钱了不起呀 于是再次来到钟表店 但却不见时光商人 走进去之后 看到一个男人打着游戏 最后老板把时光当作神经病赶了出来 时光不信邪 从白天等到晚上 时光商人再次出现了 而这一次呢 时光商人打算用一百万换时光的五年 时光心想 比上次划算多了 于是果断答应 等时光醒来之后 床上已经堆得满满的钱 看着镜子力成熟的自己 时光觉得生活其实挺美好 此时时光已经31岁 随后他约了文生一起去买车 买下了奔驰C200 当然马不停蹄地带着小白去多风 可是小白仍要去会所上班 时光一直等到了晚上 时光最终等不住了 直接冲进夜总会 看到豪哥正在逼小白喝酒 冒失的时光直接冲了进去 最终被豪哥的保镖砸了一瓶酒 小白陪着时光回家给他上药 他看到时光为自己画的画像 再加上他的央求 小白决定在他家留宿了一晚 但是要求什么都不能够发生 就这样时光画着自己未完成的画 画着画着却睡着了 果真什么都没有发生 之后两个人在街上吃烧烤的时候 遇上了赌场大金链子 约着一起玩两把 而到了赌场的时光 见自己手气好 马上杀不住车了 就连自己的女神走了都不管 之后和赌场老板相约更大的局 却没想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 如月而来的时光 见小白电话打不通想要离开 却看到其他人都已经来了 那就直接撸起袖子干板 原本就是做的局 时光很快输光了自己的62万赌注 可是他越输越不服气 不断的加注 最后算下来 欠了赌场老板100万 时光慌了 没有办法 要不就逃了吧 刚上车就得知 小白被大金链抓了做人质 为了能够赎回小白 时光只好再去找时光商人 然而这一次时光商人却要求 100万要时光20年的时间 此时时光51岁 他已经老得谁都不认识了 他还清了赌债 时光还从大金链子这里得到了小白的地址 来到医院之后 时光才发现 他一直在夜总会上班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男朋友李妍得了肾衰竭 需要大笔钱做手术 他刚想要离开 时光看到李妍要割腕自杀 及时阻止之后 劝他要珍惜生命 最终他决定把自己的奔驰车卖掉 给李妍交手术费 小白在交病床费时发现 时光已经将手术费交上了 小白晚上找到他 时光也因为这苍老的容貌 无法面对他 但是小白知道 时光在家 一直在门外等了一晚上 本以为不被这个世界眷顾 谁知 李妍这时候给时光送来了一个大单 光提成 时光就获得了52万 在和二手车饭交谈时 时光突然灵光一线 时间可以卖 同样也可以买呀 于是他提着这些钱去找时光商人 时光商人认为 这点钱根本不够买时间 但是时光商人最终选择和他对赌 只要他回答出 时间到底值多少钱 就可以重新得到全部卖掉的时间 反之需要再次支付20年 第二天时光问遍了所有人 回想起自己这几天过的日子 时光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但是却并没有得到时光商人的认可 最终变成了小老头 当他再次遇到小白时 小白这次认出了时光 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 流着泪的时光感悟自己 已经没有时间照顾小白一辈子了 时间并不是钱 而是生命 小白也非常感动 一把抱住了白发苍苍的时光 当然这一天还并没有过去 时光商人认可这个答案 所以时光又回到了25岁 之后小白接到李妍病情恶化的消息 两个人立刻赶到了医院 时光鼓励李妍 手术成功之后 两个人公平追求小白 也许有了情敌的鼓励 李妍手术很功 一切似乎都在慢慢变好 本期故事选自国产奇幻电影《卖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全片观看